來吧 認識了姑娘這麼久 還沒請假方名 我叫苗若蘭 原來苗姑娘 越蘭澤芬芳 真是個好名字 公子見笑了 是呀, 看姑娘溫文怡 並不像江湖中人 為甚麼有惹你仇殺 實不相瞞 我就是苗仁鳳的女兒 苗大俠苗仁鳳是你爹 金面罰是一代大俠 沒想到她的女兒 一點武功都不懂 我爹早就已經 厭倦江湖仇殺 所以從小只是教我琴棋書畫 他還說能夠做到一個俗世凡人 才是最大的福氣 苗大俠果然見識獨得 以苗姑娘如蘭花一樣的氣質 如果武刀弄槍 真是大實風景 你好像一個人 是誰 我爹 你爹 你爹 好像我爹那麼關心我 不過我爹生性沉實 不像德公子你 這麼懂得說話 對了, 姑娘暈倒的地方 是不是府上 那裡是紅花會的分堂 我只是暫時住在那裡 原來如此 我聽說紅花會在江湖上 結合不少仇怨 可能因此而惹你仇殺 雷及姑娘真是無妄之災 芯妍她們對我好好的 別說這麼多 這裡人多出入 會影響姑娘的靜養 在下已經為姑娘 準備了一大清休的地方 好 好 好 李姑娘, 請 李姑娘, 請 李姑娘, 請 請安… 祖安… 請安… 我家中有隻小鸚鵡, 她會說奉求我 說起來, 這裡真的像我家 我覺得姑娘超陳脫俗 一定很喜歡賞花虎琴 我果然沒猜錯 當日我仍未知道姑娘方名 不過覺得姑娘氣質清雅, 有如空谷幽蘭 故特意叫人搜羅這兩門掃心蘭 供姑娘賞換 想不到姑娘方名就叫若蘭 有羅安公子廢心 姑娘不必是 既然感覺有如置身家中 但很安心住下來 不敢打擾安公子 只要我找到我的朋友 若蘭就會馬上離開 你放心 我已經派人四處打探你朋友的下落 多謝安公子 我有點累 不打擾姑娘休息 好好侍候苗姑娘 知道 是否在下打擾姑娘的雅興 怎麼會呢? 只要夜蘭人靜, 大家需要休息 還不是有心打擾姑娘 只不過心有所思, 不其言就來到這裡 在下與姑娘有緣相遇 又智趣傷頭, 同時之陰人 都晚了 有甚麼事留下明天再說 請聽在下多說幾句話 自從花燈會初次邂逅 在下已經一見難忘 今天再與姑娘相遇 實在難掩心中傾無知情 安公子, 請你不要再說下去 若蘭 就算找不到森衍大哥和一一姑娘 若蘭明天都要告辭了 是不是在下唐突家人 我決定明天早就離開 好了, 我不再說下去了 否則恐怕姑娘連夜就要離開 在下雖然情之所中 但絕對不會勉強姑娘, 令姑娘為難 離去的事慢慢再說 火氣實四、四、七、八、八, 虎蘭明天 我要走了, 麻煩兩位 稍後代為通知安公子 我怎麼知道安公子 不要打擾安公子了, 我自己走了 不敢有羅安公子 姚姑娘, 就是為了姑娘的事 切夜未免 派人連夜打探 終於找到姑娘的朋友 原來慶雲指暫備 他們沒事? 安公子, 那就好, 我去找他們 姚姑娘, 慶雲指位於梓霞山上 路途遙遠, 日荒山夜靈 在下怎麼放心 一個姑娘孤身上路 安公子 不如就等在下送你一程 讓我安心點 來 那有羅安公子了 我先走了 停橋 很感謝安公子的照顧 婉姑娘, 我會留在別院 等候你的音訊 如果我們是有緣的 始終有一天, 我們會再見 我對安公子只有感激之情 你就讓我留下一個希望 今天一別, 不知道甚麼時候 才有機會再見 你要好好珍重 安公子, 請回 請回到你的音訊 請回到你的音訊 你還說自己是甚麼名門正牌 殺人上來 比那些邪魔外道更加狠毒 你們兩位老人家 就別到處走 坐在那兒, 讓一下傷, 來… 不用扶… 老子, 打不死的 別說說十八年了 不用十八天了 老子有一條好殼, 兩條正牙 其實紅花會兄弟 個個都是好殼 等到傷勢好轉 我們又殺上少林武多 昆倫惡美, 我幫他公道 對 是呀, 兩位好漢 等齊這麼多當家回來再算 我已經發了飛鴿傳輸給他們了 死了... 又幹甚麼?又死甚麼一天 我是花蓉月貌嘛 是呀, 現在多達巴了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看一看 以你的副尊容 中間砍了一刀就沒事了 臭臉了, 你說甚麼 你這個巴臉殺性 沒事…開玩笑而已 你最漂亮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苗姑娘 一天最壞的是你 倒也不能走, 跑也不能跑 現在若蘭不見了 怎麼跟胡大哥交代 還有我苗仁鳳苗大俠呢 女兒出了事了 一個出刀, 一個出劍 我這次一定死無全屍 那就該死了 你真幸運 總算撿回鴿骨 又到這位小師父了 苗姑娘 森妍, 一一 若蘭, 你到底去哪兒呢 我們一轉過來 你就不見了 你去上天啊, 拿地一一 你讓苗姑娘慢慢說吧 對了, 若蘭, 我不是見你暈了嗎 一會兒我們回來找你 可是不見了你的 難道你炸死了 真是告照… 我是被人救走的 這可奇怪了, 分堂的兄弟 死得是死傷得是傷 你竟然可以, 到底是誰救了你 救我的位子叫安公子 安公子? 上次在花燈會 幫我找你們的安公子 原來是他 森妍, 森妍, 森妍 森妍, 他… 我和一天都沒見過 是 無事獻殷勤, 非間即道 你們別誤會安公子 他是出賜一片好心的 要不是他 我也不知道你們來了這裡下腳 他是甚麼人 可以這麼神通廣大的? 就是了 他滿身貴氣 像是父母人家的貴界公子 我想也沒甚麼 飽戀會施淫慾 他一定是垂言你的美式 簡直是一個衣官的錦手 當然不是了 雖然我也看得出 他對我有點好感 但是他絕對是一位守禮君子 你呀, 不要亂說了 你當然沒有美式被人垂言 所以就老收成路這樣說 是嗎?你再說一次 是嗎?胡大哥他怎麼樣? 有沒有他的消息? 我們全部都元氣大傷 唯有讓他找我們 胡大哥, 你千萬不要有事 已經三天了, 廖若蘭還沒回來 不知道是甚麼慶文寺出了甚麼事 廖若蘭早要派人在山洛暗中監視 居然不會發生了事都不知道 怎麼知道 他根本沒有把本帥放在心上 大帥識貿 叔客告退 大帥, 你可須這麼苦惱 廖若蘭他並非對大帥無心 只不過心有所屬 到底是誰? 就是胡飛 老衲曾經跟大帥說過 當日廖若蘭要日日 向胡飛上弱師風 求我為他醫家 廖若蘭不惜自報其身份 說他自己是妙人鳳的女兒 還苦苦的愛求我 為胡飛的醫治 看來他對胡飛早就情根深中 有甚至自己的性命 只要大帥告訴胡飛 身中劇道的真相 他為了要救胡飛 一定會對大帥千衣百損 你不是說過 胡飛看來的毒 就在三招脈絡之中 一旦毒化就無藥可救嗎 大帥, 有沒有得醫 是我們才知道的 那傻子怎麼要知道呢 只要若若蘭肯以身相許 自然心都向大帥 任憑大帥享盡瘟人 若蘭, 四弟 二一, 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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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你給我看看 他們在兄為止 那我們有沒有事 應該趕緊 我們明天收拾兄弟 再跟他們回合 四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師, 是你 吳姑娘, 你不用怕 老衲想跟你私底下談談 不想有沒有人知道 有甚麼事要來這裡談 是呀, 你有沒有你爹 廟人鳳的消息 這件事有關我爹的, 你想見他 不關你爹的事, 是胡飛 是胡大哥, 你知道他下落嗎 我不知道他下落 我只知道他有頭痛之質 發燭的時候, 還頭痛欲裂 還會暈倒, 一次比一次離開 如果我沒有計算錯的話 他第一次暈倒是你們應該 離開弱先風的那一天 第二次是三個月之後 胡大哥,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沒事 胡大哥 胡大哥 第三次, 應該是你的人 而且會更加利益 他看見毒會心是五足六腑 那他若石無力 大羅今仙也救他不回來 為甚麼會這樣 大師, 你不是已經把那些毒 逼出來了嗎 我是把那些毒 逼出了三招脈絡 除非有我解藥 大師, 你這次到來 就是把解藥交給胡大哥 胡飛的命保不保得住 就要靠你了, 苗姑娘 大師, 求求你 不用求你 安公子對你人質思念 一往情深 要求的是安公子 那個安公子究竟是甚麼人 連毒手藥王都要任他驅使 你不用理會他是甚麼人 只要你肯跟他一直走 以為個傷屍之苦就行了 不可以 難道你要看胡飛 毒發心惡惡才敢生 為甚麼你要這麼卑鄙 為甚麼你要害胡大哥 這是我跟胡飛的恩怨 一直以來, 我沒想過救胡飛 現在我改變錯綜了 是要還安公子一個大恩怨 苗姑娘, 安公子對你這麼尊敬 老衲就給你三天時間走 苗姑娘, 胡飛的命就靠你了 三人 早安, 若蘭 還以為自己整晚睡不著覺 只顧胡大哥 誰知道呢 就一覺... 睡到大天亮 若蘭, 你整晚沒睡了 臉色這麼差 你只顧著他也沒用 你只顧著他也沒用 胡大哥要不回來的話 你哭死他就不回來 還是我不好, 早上哭哭哭你 我不好意思, 對不起, 若蘭 我真的很想念胡大哥 若蘭, 你別這麼苦情 做人要堅強一點, 是不是 三叔, 你回來了 回來了 胡大哥 胡姑娘, 一一 你沒事就好了, 你沒事就太好了 似乎又哭又笑 怎麼會這樣 這種事叫真情流露 這麼久沒見, 難怪了 三叔, 辛苦了 三哥 兄弟, 你們回來太好了 我們馬上集齊人馬 找回和尚, 找道士算帳 為死去的兄弟報仇 好呀, 連我這麼大膽 都被他們嚇倒了 四大門派合宮紅花會 我在途中都略有所聞 我看這件事都是陰謀的 我看過了 四大門派說我們紅花會 佬劫了他的掌門 又說胡大哥替我們紅花會殺人 我想有人想紅花會 和四大門派結怨 打個兩敗俱傷 可是這個人是誰呢 應該是田桂龍 田桂龍掠了我胡家的刀法 我和三哥去蒼州天龍門查過 他發現在這件事發生的期間 他不在蒼州 也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兒 我想一定是他 是人也知道 他被一幅康安藏了 但不知道為甚麼他的武功這麼高 連四大掌門也打不過他 我也懷疑背後有人幫忙 可是我又查不出這個是誰 別再說了, 三叔, 你辛苦了 進去休息一下 慢慢再重場計議 來, 來 胡大哥, 你最近有沒有看見頭痛 或是想暈的 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暈的 胡大哥... 胡大哥... 胡大哥, 你怎麼樣 胡大哥, 你別嚇我 鬻你… 你… 五三個 三叔 胡大哥, 他怎麼樣? 很厲害, 我說毒很厲害 如果一旦發作 十個二大人都毒死了 沒理由的 毒手藥王依胡大哥對眼的時候 已經把毒逼出來了 逼就逼, 不過把毒逼一二角 如果一旦發作 入了五座六府, 神仙也難救 三叔, 你說過了吧? 胡大哥應該沒甚麼事吧 甚麼沒甚麼? 是我用耐力 免得把毒逼到三招目落 他還要吃點藥才能鎮得住 胡大哥和毒手藥王 無冤無仇, 為甚麼要害他? 你們說的毒手藥王 只聽過他的名字沒見過的人 會不會是假的? 假的?他叫無珍大師 我們看見那個 是一個老和尚 一一, 難道有鬍子的 通通都是你爹 如果他不是毒手藥王 怎麼會治好胡大哥呢? 這叫醫嗎?這叫靠害 好了...別再吵了 待會兒子醒來 別再說了, 無謂影響他 三叔, 你有甚麼辦法 可以治好胡大哥呢? 我沒辦法 等總舵主在回江回來 他就比較熟悉毒性 還有內功深厚一點 希望有辦法 等總舵主回來? 他為了霍青和姑娘的步驟 在回江和清兵周旋 是日是夜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甚麼時候等到他回來 一一, 你別這樣了 我知道你想說甚麼 你想說遠水不能救近火嘛 大藥先鋒始終是近一點 還找那個壞人 是那個害成胡大哥的樣子 就因為毒手藥王害成他這樣 我知道他有解藥了 兒底的內功深厚 我看來他能捱得一段日子 如果捱不了那怎麼辦 沒人敢擔保的 就算不死也辛苦了 無時無刻的毒法 銅皮鐵骨也受不了 一一 若蘭 你在這兒幹甚麼 沒有, 我那時候聽三姑六婆說 懷疑把草人游剋他 那那些壞事, 惡事, 不好的事 全部都要過受到草人游 我看胡大哥這樣 我就試一下行不行 如果事情是這麼簡單 那就好了 我也知道沒這麼簡單的了 可是我沒有其他事可以做 當天我在玉仙峰曾經說過 如果我可以治好胡大哥的眼睛 我寧願用自己的眼睛去交換 今天如果可以清除胡大哥看來的劇毒 別說我猶黑自己 就算... 就算要我占戶自己的名節 若蘭, 胡大哥的毒 和你的名節有甚麼關係 我只是打個比喻 我只是不想胡大哥 再受到劇毒的折磨 我現在不想他毒法身亡 我也不想的 打也沒其他辦法 我們苗家欠胡大哥的實在太多了 如果可以治好胡大哥 就算要我犧牲 也在所不惜 你又不是弱王的女兒 你肯就別人也不肯了 胡大哥 胡大哥 要你肯跟他一直直決 以為個傷勢之苦就行了 不可以 難道你要看著胡非毒法身亡 才敢殺你 胡非條命就靠你了 三方家 你們在幹甚麼 我把披霜 把其他藥物混給二弟服吃 給胡大哥吃披霜 你別讓披霜 這兩個字嚇死了 披霜雖然是劇毒 但是用的份量合當的話 也有它的藥用價值 三叔打算用以毒攻毒之法 把胡大哥看來的毒折壓住 是呀, 我只是暫時把他的毒折壓住 至於復不復法就不得而知了 那…不就是治標不治本 是呀, 只是權宜之法 拿過來 甚麼 屁相 想不到三方家對眼這麼小 這樣也看得到 你呀, 真是壽星公喝披霜 嚴命長 甚麼呀, 見血封喉嘛 塗在刀上 見到敵人就殺死他 我怕你呀, 還沒殺敵 自己才見血封喉 我怕你, 我怕我的事 我怕你把手放在那個上 Complex 我怕你快雪封喉 是嗎, 你不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 你不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 沒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大哥, 你好一點嗎 好一點, 喝了三哥的藥 胡大哥, 你這個人這麼好 一定會逢空化吉的 你不用擔心, 坐 我是怕, 怕有一天 我不在你身邊 沒有人照顧你 是啊, 你們現在這麼久 都應該回家 胡大哥, 那個苗大俠 追查獨守藥皇的下落 可能你會遲些才見到他 如果我不在你身邊 還是一一姑娘陪你 那我就頂心慘 氣死我一會兒就算好了 其實一一姑娘對你也不錯 胡大哥 胡大哥, 萬一我要離開你的話 你是擔心 始終我都要跟你爹 一決生死 若蘭 由你爹不肯教你武功 我確實知道 他是有心化解我們胡苗兩家的恩怨 只要殘命 毒害我爹的真相 不但可以避過一場決鬥 而且你之間 也再無戒體 胡大哥 你幹甚麼? 沒有, 我看爹高興而已 我素來敬仰你爹 如果日後 胡苗兩家的恩怨纏嚴盡色 那一定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胡大哥 你…你要好好珍重 你… 好明瞧 沒理由的 天都微光, 為何會窄醒的 若蘭一定去了茅廁 去茅廁也不用摺洗皮鋪的 糟了 如果我可以治好胡大哥 就算要我犧牲, 也在所不惜 一天 一天這麼早 我們三個都沒穿好 想跟我搶茅廁, 你走不走 不是呀, 若蘭摺了屁股 就不見了人 你說她去哪兒了 早安, 兩位小師父 早安 我想問你有沒有見過苗姑娘 半個時辰前我見過她 小生還問她這麼早去哪兒 那她去哪兒了 你沒跟我說, 不過一個人下山了 你看 是呀 苗姑娘 站住 那是甚麼人呢? 苗姑娘怎麼會跟著他們 事有QK 你現在馬上回去告訴胡大哥 我跟著他們 遠徒我會留的記號給你了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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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她 姑娘從臨小流 在下不聲之起 我當初還以為你是個謙謙君子 原來只不過是個卑鄙小人 我真是有眼無珠 在下對姑娘朝思無想 實在情難至今 今天能夠與月姑娘 再同卓對飲 靠上人生一大樂事 你不必再繞樓做作了 我只是想知道 毒手藥王何時才替胡大哥解讀 胡飛武功再高 也只不過是一介武夫 苗姑娘你溫軟高雅 文采風流 你已經享盡榮寵才是 我不如再跟草莽流寇混在一起 你不要侮辱我, 胡大哥 我被苗姑娘的風之所迷 為你神文顛倒 才唯有出刺下策 希望一親方澤 就算是錯誤 你也應該體諒我 廢話少說 你馬上叫若王 為胡大哥解讀 我答應過你的事 一定辦得到 全若王 公子有何吩咐 立即送解藥慶文節 解開胡飛體內劇童 是, 公子 你叫我做的事已經做了 你現在大可以放心 我要親眼見到若王 為胡大哥解讀 否則你休想接近我 你要救胡飛 在我來說只是輕而易舉的事 若王一切都聽令於我 你又何須多矣呢 你一邊說要真心待我 一邊又用若王來威脅我 可見你機關算準 我憑甚麼信你 苗姑娘, 你要清楚 現在是你有求於我 你已經見好職收了 只要你是真心待我的 我也絕對不會虧待你 你別嚇唬你 這些差心過劇毒 只要刺傷你一下 也會見血風含 你不懂武功 莫說要傷我 連你自己也自身難保 你休想威脅我 我來到這裡就要必死 夜日 你們怎麼這麼久 若蘭怎麼會來這裡呢 原來她來見一個人 甚麼人 福康安 福康安?若蘭怎麼來見她 你哪兒醒了沒有? 苗姑娘怎麼會跟福康安有關 我怎麼知道 不過呢 昨晚她跟我說一樣很奇怪的事 甚麼是為了醫治好你 就算犧牲一切 犧牲了公明節 也不要緊 之後就沒說話了 她會不會 這裡福康安的地方 一定高手而運 你身中劇毒 隨時會復發的 就算是毒發身亡 我也不要讓若蘭拿去奸人手上 更不要讓那個狗賊卻截了她 武大哥 美人 走遲 老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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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大事女, 你要嫁給我 不行, 我一定要救若蘭 你不要嚇壞你 要不然我就會死在你面前 易姑娘, 你別這麼衝動 你想想, 如果我不是真心代理 又怎會千方百計想去接近你 我又怎會引心逼你自盡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你可以走了 你肯放我走? 天下美女, 我隨手可得 但對於我真心喜歡的人 始終希望他出於自然 以前是這樣, 現在也是 你可以走 不過是你離開之事 也是胡非獨法之旗 你走 非到萬不得已 我也不想用這種方法 人家逼我 去吧 走 走 三哥, 我要嫁給你 你放開他 人 好, 放 住手 這警察有動, 放我大帥 放了他, 要不然我殺了他 義太, 三哥 大帥 胡大哥, 你怎麼樣 我沒事, 馬上放了明姑娘 胡大哥, 你別管我 你快逼他, 加出解藥 先嫁給你身上的毒 若良, 你今天要來這裡 就為了拿解藥來治我 我來的時候已經遇到必死了 你別管我了, 拿解藥要緊 不行, 我不會再被人傷害你 馬上放了苗姑娘 你先放了福大青江 大帥 你就是福康安 你這個人面壽心的毒手殺人王 你做這麼多陰質事 小心你會自食其果 被天下最毒的毒毒死了 毒死了 醜頭 你再多罪我先毒一下你 不敢出聲 我學父當初不是弱師父 先毒死你 你覺不覺得他雙眼有點不妥 苗姑娘, 你不是說去拿水嗎 我? 苗姑娘, 你是不是不認識老 老立帶你去 原來他不可以看遠的 就等於半夜了 你肯定, 你反放了苗姑娘 要不然我就殺了他 不要放 你一放了他 那些逆賊就會殺我 浮肥 老弟, 你這麼緊張 你女人跟我偏偏不放 你現在毒發在職 不熬得多久 老弟姐 只好愛你痛到不止痛 原來